昨天郭台銘呢 他非常假惺惺 如果我當選 我會把執照 把這個頻道還給中天 這也太可笑了 郭台銘的臉書裡面呢 他連中天兩個字他都不敢寫 憑什麼不跟蔡衍明還有中天道歉 你不去跟中天、中視 不去跟望董和解道歉 你要怎麼選 你把人家罵得這麼難聽 還要幫你服選嗎 還要報道你的新聞嗎 還欠望董還有中天一個道歉 你的判決應該是 把中天的頻道跟執照都還給他啦 NCC就爛掉了 你還叫他做釋法的決定 這是什麼判決 這個叫做請貴拿去堂啦 這個判決是要判得爛 你不夠勇敢啦 你應該是直接把中天的執照 跟頻道還給他了 那昨天郭台銘呢 他非常假惺惺 他說我這個 我這個如果我當選 我會把這個執照 把這個頻道 這個還給中天 這個實在是 這個太可笑了啦 因為其實在郭台銘的臉書裡面呢 他連中天兩個字他都不敢寫 那2019年郭台銘是怎麼修理中天的 所以我跟各位分析郭台銘這個人就說 你看他 對國民黨道歉嘛 他一開始是 第一個他是先跟國民黨道歉 鞠躬八秒 姿態做足 跟國民黨 因為他當年他退黨嘛 他還把國民黨罵得狗血淋頭 他鞠躬八秒 對國民黨道歉 因為他需要國民黨的徵召跟提名 不然他沒有辦法當選總統的 你跟柯文哲結合 你一定拿得到門票啦 甚至郭台銘要獨立參選 弄個30萬的連署 那個太簡單啦 以郭台銘的各種的實力 他要30萬的連署 這個易如反掌則之啊 但是那是贏不了的 郭台銘唯一當選總統的機會 就是獲得國民黨的徵召提名 所以第一個 他向國民黨道歉 第二個 他 有目的的向韓國瑜道歉 像劉家昌之劉的 那種邏輯不清楚的 他們就拼命罵侯友宜啊 我一再的幫侯友宜辯護 其實我很多年沒跟侯友宜見面 不要說吃飯啦 我連跟他見一面都 因為我翻不著跟他見面啦 我不會去蹭人家的啦 大家以前認識 採訪認識 認識就認識 便宜云知道 這樣就好 我一再跟各位講 侯友宜 2019年 對韓國瑜 對國民黨的 冷淡 那是真的 可是 郭台銘 2019年 對國民黨 對韓國瑜的 那個叫做背叛 冷淡跟背叛 劉家昌你分不清楚嗎 冷淡跟背叛 這到底是要怎麼分析呢 我也不知道要分析什麼 啊 邏輯不清楚的 我就 那些人我就不談了 因為不重要啊 去跟 跟這些勞蛇子有什麼好談的 不談了 侯友宜對韓國瑜是冷淡 2020總統大選 侯友宜對韓國瑜是冷淡 郭台銘對韓國瑜是背叛 好不好 連這個都分不清楚 那我也不知道跟你討論啥子的 Alright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 這個郭台銘的道歉 我剛講他先跟國民黨道歉 再跟 韓國瑜道歉 他都是有目的的嘛 那我上個禮拜就問大家啦 因為上個禮拜 郭台銘就跟這個 韓國瑜道歉嘛 我就說 那郭台銘你要不要跟 旺董道歉呢 你要不要跟中天道歉 下個禮拜 國民黨就要徵召了 郭台銘他 到現在他不願意跟旺董 不願意跟中天道歉 他昨天因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那個判決 他說哎呀 如果我當選的話 我會把NCC撤銷的這個電視 電視頻道 他連中天兩個字他都不敢談 郭台銘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心魔嗎 你2019年你是怎麼罵中天的 你是怎麼罵蔡衍明的 那你跟國民黨道歉 你跟韓國瑜道歉 好那是因為你要獲得國民黨的徵召嘛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你憑什麼不跟 蔡衍明還有中天道歉 憑什麼 不重要嗎 那你不是罵人家走狗嗎 你怎麼可以把走狗的頻道 跟執照還給他呢 你不是說人家是走狗是打手嗎 那你要說如果我當選他 我就把執照還給他 那你不是你不是自我矛盾嗎 所以郭台銘 你今天真的要獲得國民黨的徵召跟 競選的話 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其實我每天都在看 但是我都沒有跟各位談 我每天都看得到 這個收視率的這個資料 好也謝謝兩位好朋友 他們在不同的台 然後他們會 給我這個相關 那我也不是說 只是我瞭解 各台的 因為每台他們 每一個台他們對 這個收視率的這個 統計的 這個評比是不太一樣的 我參考一下各台的這個 這個狀況 我跟你講 這個郭台銘 可能郭台銘也不懂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的有限無限 新文台的收視率 第一名不是張亞晴 第一名也不是下加入 第一名是中士 不是不是TVBS 也不是年代 也不是三立 第一名是中士 中國時報 是我們現在三大報之一 中天在網路的訂閱 幾百萬 郭台銘自己去看 那我問你 假設你 你下個禮拜拿到了 國民黨的 徵召提名 你不去跟 中天 中士 不去跟旺董和解道歉 你要怎麼選 你要怎麼選 你把人家罵得 這麼難聽 然後人家還要 還要幹嘛 還要幫你服選 還要報道你的新聞 那我問你 你有什麼證據說 人家是走狗 你拿出來我看一下 就是因為他當時 他支持韓國瑜 那你很不高興 中天的記者問你問題 你很不高興 你怎麼都問我這種 我聽得很 很叉叉的這個問題 你也好的 我是大老闆 你也好的 他就去戳中天的記者 還罵人家 那你不用道歉嗎 你跟國民黨道歉 你跟韓國瑜道歉 你還欠 旺董還有中天 一個道歉 而不是說 我當選總統了 我把執照還給中天 不是這樣子啊 今天北高行的判決都判了 還要你講嗎 我 我跟你講 我跟各位報告 我是沒有時間 去罵這個北高行 那三個法官 你們這個判什麼 亂七八糟的 你的判決應該是 把中天的頻道 跟執照都還給他啦 你知道昨天的判決 是什麼嗎 昨天的判決是說 NCC的處分是錯的 那應該怎麼處分中天呢 請NCC繼續處分 這是什麼判決 這個叫做 請幾條 這種行政訴訟 其實是很專業的 那跟這個民啊 民眾的民 跟那個民法 那民法更是深奧 那個 你在新聞報導 比較少看到的 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一般社會新聞會報導的 司法判決都是比較 這個浮光綠營的 比較表面的 誰把誰怎麼樣判幾年啊 誰跟誰怎麼樣 什麼那個其實都是巴了 真正困難是在這裡 我唸給各位聽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判決撤銷 原不予換照之處分 這什麼亂七八糟的 然後呢 NCC應該依照判決意識 另行做成 司法之決定 那你這個判決不是 你已經告訴大家 NCC不給中天換照 是錯的嘛 所以你撤銷 他不予換照的處分嘛 你撤銷他不予換照的處分 你就應該把中天的 執照跟頻道還給他 回復到中天 當時的狀況嘛 中天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我準備要換照嘛 六年換一次嘛 我要換照的時候 就被NCC修理嘛 那你現在說 我不予換照處分 被撤銷 那你就應該把我 當時的執照 跟頻道還給我 對不對 那你法官 你不敢做這個判決 你說 NCC因依判決意旨 另行做成 司法之決定 NCC就爛掉了 你還叫他做 司法的決定 他都已經 蒙著眼睛 把中天的執照給撤了 你還叫他 另做成 司法的決定 你這不是問道魚莽嗎 你這什麼判決啊 這麼鳥的判決 你要判兩年 省兩年啊 笑死人啊 我跟你講 那個評分表 他是因為那個評分表的關係 判NCC敗訴 那個評分表的東西 中天的律師團 2020就講過了 2020 現在是2023 你也好了 2020人家就講過了 你如果要這樣子 要判他訴 你早就可以判了 這個判決 也是在判的爛 我 對不起啦 我實在沒有 沒有時間去批評 北高型這幾個XX 你不夠勇敢啦 你應該是直接把 中天的執照跟頻道還給他 你連這個都不敢判了 你當法官幹嘛 NCC輸了 中天贏了 那怎麼辦呢 那NCC你在想 要怎麼處理中天 那你是不是 廢話嗎 你說中天贏的 NCC輸的 那中天怎麼辦 由NCC再來處理 那你不笑死人嗎 各位你這樣有聽懂嗎 我就 我就問嘛 北高型這個 這個何怡婷有時候 好像 沒到 我叫算剛好娘 我會說 你連判都不敢判 我是覺得 這個法官 這個何怡婷不夠勇敢 我跟自己說 說話 她不覺得 她那邊 你叫妳 嘩 嘩 你 說話 你說話 說話 各位